蓝牙遥控赛车 蓝牙遥控赛车涉及CLIBO C6的多个设备 包括有液晶屏、直流电机、蓝牙模块等 在一开始,液晶屏上显示了一个精巧的赛道界面 蓝天上显示了Bluetooth Racing Car 也就是蓝牙赛车的字样 中间显示了一条赛道 下方有速度仪、加速刹车指示、方向盘等 这些绘图元素均在函数SIM中完成初始化 这台蓝牙遥控赛车 由手机蓝牙通信APP的方向键或加速度仪来控制 通过设置使方向键或加速度仪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键值分别为U、D、L、R 这样一来,在手机蓝牙通信APP上操作 相当于通过蓝牙向Cliber C6发送字母U、D、L、R 这四个字母对应四种指令 加速、刹车、左转、右转 这些都在路盘数中判断出操作者的意图并进行相应的操作 如果Cliber C6接收到的蓝牙数据为L或R 则调用Steering函数实现左转或右转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为U或D 则分别调用Racing或Breaking函数 左转或右转由变量Steering Position的数值来标记 加速或刹车则通过变量CarSpeed的数值来改变直流电机的PWM信号 在左转、右转函数Steering中 判断变量Steering Position的数值 如果是0 调用向左打轮的图片作为液晶屏上的方向盘 TurnL和TurnR变量将影响PWM信号的平均电压 当TurnR等于2 在运行Motor函数时 Cliber C6的右轮转速约为左轮的一半 于是Cliber C6向右轮方向转弯 如果Steering Position等于1 则是直行液晶屏上显示方向盘正中的图片 如果Steering Position等于2 则是右转 显示右打轮图片 无论是加速还是刹车 都调用了Speed Update函数 其中把车速在液晶屏上显示出来 接下来调用Line函数 在赛道上绘制一条 伸向远方的白线动画 模拟在赛车前进时的效果 最后调用Motor函数 把Car Speed变量重新映射后 作为两个直流电机的PWM信号 在左右转弯时 由于TurnL和TurnR数值不相等 两个车车转速也就不同 于是实现了拐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